三夫人染上十亿 二少爷又生死未卜 看来大夫人这次是真的动怒了 大哥的死跟三婶有关 大伯母怎么会不动怒啊 他们都说 是大小姐和二小姐最聪明 可是一奴婢砍 还是三小姐最聪明 将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三夫人能够成功救回紫燕 完全是因为小姐在暗中通风报信 荣儿 你是否觉得我很信 小姐 在这尚书府 可从来都容不下慈善之人 小姐一路走来 步步艰辛 若不是小心筹划 也能有今日的荣耀 我从来都不是心慈手软之人 我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二姐会如此真心待我 若是她知道 从一开始我只是在利用她 一定会后悔相信我吧 小姐 宁可千万不能心软 想想南安王殿下 成为南安王妃 不真是小姐最大的心愿吗 如今 小姐已经成功引起了殿下的注意 小姐 宁可千万不能放弃 没错 我不能放弃 大房和三房之间斗得越厉害 咱们二房在李家的位置 才能越来越稳固 我才能成为 匹配南安王的女人